中国大陆麦当劳买双人套餐送带带猫窝 这款毛毡布材质的外带包 底部附猫抓板 两侧还有洞口让猫咪探头 吸引大批猫迷掏钱买单 全球速食连锁龙头麦当劳 看好中国内需爆发力 计划接下来每年都要在对岸 新开一千家门市据点 对照其他外资加速撤离 麦当劳对中国投资不减反尊 瞄准异后复苏力道 麦当劳持续扩张 全球分店数预计在2027年 将从目前的4万1千多家 提高至5万多家 尤其中国大陆已经增加到 5500家门市 目标2028年冲刺至1万家 而对手肯德基必胜客的母公司 百胜中国集团也宣布 未来三年拓点目标 2026年门店力拼两万家 中国内需市场 两大素食龙头 兵家必争 除了扩大拓点 麦当劳也宣布 在中国大陆开发的手机APP 将采用华为鸿蒙原生应用系统 成为全球第一家 加入鸿蒙的大型餐饮集团 在美国处处围堵下 华为今年宣布 要与Android生态系脱钩 现在有麦当劳助攻 渴望成为推展的一大动力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